西方圣诞季到来 在美国 有的家庭端枪庆祝 有的家庭阴枪破碎 美国肯塔吉州共和党集中议员托马斯·马西 12月4号在推特上发布了庆祝节日的全家福 照片中 马西和妻子以及几个孩子 每人手持一把步枪 对镜头露出灿烂笑容 马西的推文写道 圣诞快乐 另外圣诞老人 我要子弹 4天前 美国密歇根州刚刚发生全美 自2018年以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 造成四死七伤 犯罪嫌疑人为15岁高中生 犯罪用枪正是他的父亲买给他的礼物 马西发出推文后不久 就引起许多网民不满 他们分享了此次 密歇根州枪击案的四位丧生的学生照片 并称他们的家长不会同意的 还有一名在校园枪击案中 失去儿子的父亲 曼努埃尔·奥利福 4号在节目上 对这则推特发表看法 曼努埃尔称 这张照片是非常卑鄙肮脏的 曼努埃尔在节目上还表示 想亲自和拜登见面 聊一聊美国的枪支管控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